就是像這樣 我們是希望把D欄裡面看到的資料 把它分割放到這邊來 最後也許我們做一個按鈕按一下它之後 就可以幫我一個一個 把它分別放往下放 這樣就OK了 當然多一個清除可以把它清掉 OK 不過最後好像還多一個 如果它有豆點的話 可能它會把豆點拿掉 因為它 最後切個Splitter Splitter應該是沒有豆點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要該怎麼 很快 所以如果你程式寫完這件事情就搞定了 如果你程式沒寫完 你就要塗把鍊綱了 要花時間而已 差別在這邊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我大概跟各位 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 當然我們一樣先切換到Visual Basic 一樣的話 我們是在這邊架一個模組 給模組 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資料切割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那首先的話 假設我們重新再來過好了 OK 你就Sub 第一個先按右鍵插入模組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 在這個上面打一個 Sub 資料切割 OK 然後 直接Enter 它就出現 你的結構 再來的話 我們就 按個Tab鍵吧 然後寫什麼 首先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用Splitter 去做切割 切割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 在這邊看到 切割 當然練習的話 我是建議 你不要用D2 來做 因為D2裡面只有一個 你應該用D3 那D3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 用AR去切 所以前面有一個AR 這個變數自己取的 名稱不一定叫AR 你可以換別的名稱都可以啦 只是一個變數去切 那Splitter之後一定回來 就是正列就對了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等於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第一個 我後面就是加一個VBA 點 如果Splitter這個 你拼不出來 你可以按一個 SP大概就出來了 Splitter OK 那錢瓜湖之後的話呢 它大概會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String 你那個資料 String有沒有 Expression 就是你那個 資料在哪裡 然後我資料放這裡 所以資料的話 基本上我是放在 那個D4的儲存格 那我用那個Sales D4的話 那就是第四列的D欄 這裡面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 幫我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 就是 加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它中間的分割符號 就按 就給它是豆點 幫我按照豆點 把這邊資料切開來 切開來它會切 切變有三個 所以這個ARR這個裡面的話 第一個 那就是ARR 小瓜湖 0 這個0的話呢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函數進間用 1的話呢 就是VBA入門解說 這是 0 1 這是2 OK 所以要放哪裡呢 那我如果指定的話 假設 我要放在Sales 的哪一列呢 這邊的話應該是 第三列 的 第幾欄呢 居欄 OK 假設啦 我們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理論上 把這個資料 放在這裡 那一時可以推總共有三個 我們先 還是先 不寫回圈 我們假設啦 你剛開始如果還不太會 知道說 該怎麼寫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 自己先 先來把它 先打過一遍 然後慢慢的話 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邊的話 可以再把它改成回圈 因為它有一個連續的編號 有沒有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放 這個就放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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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跑一下給各位看 當然跑太快按流8好了 切了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裡面放什麼了 有沒有 函數進階應用 就過來了 然後這個裡面放什麼了 就VBA入門解說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呢 那就是 VBA的進階設計 OK 所以 已經做一個了 但問題也還沒有啊 因為 現在的話 等於是第一階段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讓它第一個要解決什麼 把這邊改成 一個 回圈的敘述的話 那我這邊 剛才這邊要 資料就切個1好了 底下把這個再複製過來 這邊改成2好了 我們按 那個順序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它註解掉 這邊有個工具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那個 把它當註解 好 那我們 回去應該會寫吧 可以把它寫個for 那我建議這邊用j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有 全部的列 我習慣用i 所以我先用j 等於哪一個呢 特別注意喔 應該 我們以這個的話 這個位置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是 for i 等於 0 0 到 0到2 012 OK 但問題來了 其實特別注意喔 這個二個數字以後 不見得每一個都是三個喔 有了四個 所以喔 你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還記得吧 u棒 有沒有 上禮拜講過喔 u棒就是說 我可以知道說 這個陣列的最大值 最大編號 所以我再把ar放進來 這樣子喔 我就不用說每次寫2 Enter兩項 打一個nets 所以u棒很重要 如果你的資料是 陣列的話 你會用u棒 得知呢 這個陣列的最大編號 那回來就是2啦 因為它是012 OK 然後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分別把資料 寫到哪裡 所以其實可以拿 這一行 放到這裡來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不會是3了 而是應該什麼 J J加3吧 對不對喔 如果要下一個要變4的話 當J等於1的話 那變4 當J等於2的話那變5 OK喔 這個的話可以用 J加上3 然後後面這個數字的話呢 你就直接用了 用J就好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 這樣子的一個 逐一的資料 把它寫成一個回圈 OK應該可以懂了 最重要是這個 u棒 這個還蠻重要的 以後如果是一個陣列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 再把它刪掉 然後再跑一下 看一下 F8 一樣 切割了 然後就是 這個地方 u棒 如果你不確定 u棒是多少 你可以 回來 3 最大編號是3嗎 看一下 看一下 跑一下 這個第一個 J的話會從0開始 所以輸出一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 第2個 再來的話第3個 那 再跑一次 如果再跑一個J的話 那會多一個 如果再跑一次 這裏面理論上 應該是只有 這個最大的數字 應該是到 它Split之後 是不是後面多一個資料 還怎麼樣 如果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跳一個錯誤訊息 什麼訊息呢 沒有 這個是 還是說我指錯了 是 G的 第2個 你說這個 2是空的 2是空的 這個 1、2 1、2、3 怎麼 多一個這個進階設計 還是說取錯資料 D4 等一下就跑一次 他直接取到別的 OK 那也就是說我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 把這個資料 還是3 D4 我取到D4 對啊 D4是4個 所以應該是D3 才對 更正一下 感覺 這邊應該 記得喔 這邊是3才對 看錯了 OK 所以讓他跑回去 所以我一直覺得 錯覺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來看一下喔 這個應該就2了啦 對沒錯 OK 因為我剛剛 指到哪一個 指到D4 D4這個應該就4個了 這個的話應該是3個 這邊是4個 最大邊號的話就2 0、1、2 最大邊號 這個的話 U棒就2 沒錯 OK 然後就分別 把這邊 跑一個 跑兩個 跑三個 然後就離開了 就沒有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喔 就是利用那個Splitter 先做切割到這 逐一輸出 再來就是利用U棒 找到那個 編號的最大數 然後呢 再把他跑個回圈 讓他逐一輸出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好 好 那我們已經大概 可以做一個 那其他的話 當然我可以 再把全部跑完 那全部跑完的話就是 從頭讓他跑到尾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